可能我們感覺這衣服畫它要是完整的 我不一定完整才是完美 我其實一開始做藝術的時候 我就想我要畫得像 我要畫得美 我的配色要好看 我要讓大家看見我這個東西都喜歡 有一天我就想我到底我畫這些東西 我做這些藝術我到底要做什麼 你只需要做你自己就好了 就把它做到極致 你這種風格或者是你想表達的東西 不是在模仿別人 是無特的你 不需要給它下一個定義 為什麼要一定給它一個定義 就像這幅畫 它其實是一個綜合材料的藝術 它上面其實運用了比如說中國的古詩紋 它有招貼海報 它的主體又是塗鴉 我現在想做的東西 不想把它定義在某個規範裡面 我希望看到的人 他們自己心裡都有自己的答案 我今天感覺這幅畫已經很完美了 可能十年之後 我再回頭看這幅畫之後 它就是不完美的了 對我來說 塗鴉這件事沒有完美和結束的那一刻 我會持續保持創作 inverse規篇 我會選擇 你會選擇 成分